嘿,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用两张非常简单的流程图来解释咖啡机的工作原理 可能生活中大家遇到很多咖啡机,无论商用与各种民用咖啡,它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图是关于单锅炉的咖啡机,single boiler的咖啡机 它的工作原理基本上都是在这边水管处接到下面,连接到水流流向到电机 我们的电机就是抽水泵,你会发现它这种电机有可能是在你这个家用咖啡机一般都在机器的里面 而商用咖啡机往往都是在外面 所以说如果到了电机之后,他们下一个要进去的就是一个是锅炉 它的一个走向是到这个锅炉,single boiler,也就是这个锅炉,就是这个锅炉里面 它这边是会往这里面注水 另一个它的走向是走向了这个exchange,water exchange,就是水交换的锅炉 这里面,水交换的里面 所以说这个水交换这个流向呢,你直接能看出它,我们流到的是这个brew union这边 这咖啡直接会从这边出来 而这个流向是流到锅炉里面,这个锅炉里面是,这边是加热的hitting element在这儿 就是电阻丝加热器在这儿,这个的原理主要是因为它把这边给加热完之后 会产生蒸汽 蒸汽也就是,这边就会发现这就是蒸汽 还会有一个一般咖啡机上它还会有一个走向是到hull water 就是热水,出热水一般做long black那边它会需要这个 就是热水这边hull water在这儿 hull water 所以说这边都是,下面都是水,这个就是基本single boiler的咖啡的,它的基本构造 无论你任何多么复杂的咖啡机,它最终的原理和这个都是一样的 它的走向都是走到single,一方面走到这个锅炉里面,是提供蒸汽给这边 一面它会走到这个water exchange 炉里面,这是一个炉子里面,其实是在咖啡机里面 它是利用这个的余温给它加热,这边走向之后它会到brew unit这边 这就是single boiler 还有人会说,那dew boiler是什么样的 dew boiler其实它的万变原理不离其中,也就是它的改进版 我们来看一下dew boiler的锅炉走向 大家会发现其它dew boiler就变成了水流从这流进来之后 它也是下一步,肯定要走电机 任何咖啡机里面必然有电机抽水 抽水完之后它的走向是一部分走到了咖啡的锅炉里面 之前那张图我们会发现它的咖啡锅炉就是一个exchange 在single boiler里面,而这它是把咖啡锅炉和蒸汽锅炉两个给分开了 变成了两个boiler,所以说这就叫双锅炉咖啡机 好,如果我们走进来之后就会发现这个锅炉就是专门叫咖啡锅炉 就是coffee boiler,咖啡锅炉是它专门为提供冲煮这边 专门提供咖啡的,这边是加热电阻式hitting element在这 好,另一个水的走向是走到了蒸汽炉这边 蒸汽炉,蒸汽炉这边就是专门为提供蒸汽和热水 除了大家能看出来,其实咖啡机的构造并不复杂 其实真的很简单,它的原理真的很简单 所以说这种双锅炉咖啡机主要你会看那个lama jokko 也就是国内中国人俗说的lama jokko好像是这么拼的 它主要是双锅炉走向,还有很多像singlele singlele,我也忘了怎么拼了,singlele那个牌也是双锅炉 singlele可能是三个锅炉,有些咖啡机它会有四个锅炉,五个锅炉 原理都是一样,万变不利其中,它只不过在咖啡锅炉这边 又加了一个咖啡锅炉上来,就变成每一个冲煮炮的头里面 它都会配一个锅炉,这就是四锅炉跟五锅炉的咖啡机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最基本的就是这张flow chart 只要大家理解了水流流向与咖啡机走向,你基本就是理解了咖啡机的工作原理 我们下期视频会进行一个咖啡机的实体维修的分析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每天一个咖啡机维修的小知识 让你总有一天会自己独立维修咖啡机,谢谢大家